這個超級大的洞 然後呢它裡面 做木奈 從那神秘要一走出來 他們埃及人都很幽默 埃及的第一個節目 看起來 來到埃及 不看金字塔簡直就是白來了 大部分的人只會選擇參觀吉薩金字塔群 不過我們也去了比較遙遠的階梯金字塔 紅色金字塔和彎曲金字塔 來到這邊你可以了解金字塔的前世今生和眼鏡過程 光是開羅就有90幾座的金字塔 走遍是不可能了 不過這支影片就推薦大家一個比較完整的金字塔旅程 走訪埃及的金字塔之最 超級夢幻 我們吃早餐的地方可以直接看到金字塔 有沒有 這整個有沒有太夢幻 來到埃及的第一個早晨 吃個早餐配金字塔非常合理吧 瘋狂的我因為看到金字塔太興奮 甚至把電腦扛到頂樓剪片 有金字塔在身邊做什麼事情都很夢幻 我們現在呢已經抵達了我們要進入金字塔買門票的地方 如果你還要進去金字塔裡面 你還要再另外買門票是440耶 就是遠遠高於你能夠進去這個區域的門票 哇賽 我們進來了 天啊我們到了 哇 現在世界七大奇蹟 世界最大的金字塔就在我身後 好 好我們現在要進入金字塔的內部了 進入裡面呢要買另外的票 所以我們現在拿著我們另外境內部的票 然後呢要登上這個 我不敢相信我居然能夠 踩在這個石頭上 好 我們現在要去排隊了 金字塔本體的石頭 我們現在居然可以站在 世界七大奇蹟上面 驚喜 很輕鬆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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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裡面不能錄影 但是拍照可以 超荒唐的我進入金字塔先拍了張網美照 因為等太久甚至還在金字塔裡面發文 也算是達到了人生里程碑了 雖然斜度蠻陡的 不過一開始的樓梯可以算是超級小兒科 後來這個我也不能叫它樓梯的頂多木板 甚至要扣樓的身軀才能前進 反正呢我是撞到頭無數次 會車更是崩潰 一邊爬我一邊想 如果前面的人放個屁 我們可能全部的人都會陣亡 想著想著就走到了這個我稱為一線天的地方 只要鑽過這個小洞就會抵達終點 沒錯 就是這個空間 這就是法老王的關舊 你說要近一點嗎 沒問題 換個角度也可以 再靠近一點 裡面就長這個樣子 空空如也 再來就是原路返回 走過神不見底的隧道 歷經各種訓練之後 終於解脫 現在這裡面超級悶 我已經不確定是 原本的這種悶 還是 就是真的人太多的那種悶 但是呢 搭進去裡面真的腳要有點擁怕 是真的要苦了耶 然後 對 就是 不是很好爬 但是我個人建議就是有來還是要進去一下 接下來我們上車前往導遊推薦 可以騎駱駝和三大金字塔拍美照的地方 那邊有滿滿的小販跟海量的駱駝 由於時間不足 所以我們沒能騎駱駝抵達大家推薦的九塔連線 不過也是上了駱駝和金字塔拍照 甚至還看到了駱駝打架 駱駝吵架 趁 mother 那邊騎駱駝 ちょっと在那邊騎駝駝 真的嗎 真的嗎 我不是 你為什麼願意 有時間 我沒有 那你來的駱駝駝 可呀 啞裡駝駝黑 又黑 那啞來的駝駝 可呀 啞裡駝駝 又黑 又黑 駝駝 我剛才騎了駝駝 而且他們說 如果要騎駝駝 跟金字塔拍照的話 這邊是最好的位置 世界七大奇蹟之一的埃及金字塔 從原本的歷史課本現在 矗立在眼前 也難怪我興奮的幾乎全程講話都高八度 我們目前的位置是 吉薩金字塔林木群 顧名思義 它是一整群的金字塔 裡面總共有九個金字塔 建於埃及第四王朝 西元前2600年至2500年 主要由三大金字塔組成 古夫金字塔 卡夫拉金字塔 和孟卡拉金字塔 在這三個主要金字塔旁 有著名的師生人面相 和三座屬於皇后的小型金字塔 古夫金字塔是古代世界七大奇蹟中 最古老 及唯一上存的建築物 也是世界上最大最高的金字塔 第二大就是 卡夫拉金字塔 卡夫拉其實就是胡夫的兒子 而卡夫拉金字塔的附屬建物之一 就是大名鼎鼎的 人面虛身像 不過前往人面虛身像之前 先抵達了 同樣也是 卡夫拉金字塔的附屬建物之一 卡夫拉國王藏祭廟 就位於人面虛身像的前面 歡迎 我們現在呢 要去看一個神殿 還有人面虛身像 因為神殿裡面 就是黑色跟紅色的花崗岩 好美 我們等一下去看看吧 哇 這個地方呢 從來沒有收到過 人口修復的過程 他希望來的是 我們現在做不到的 吃了嗎 你看 我們現在看到的 所有的這些 都是鬼鬆鬆的花崗岩 剛才那邊是 挖出 卡夫拉國王雕像的地方 在法老卡夫拉統治時期 他很有可能是用來舉行 宗教儀式和紀念法老典禮的地方 我們看那個街縫 哇鬼斧神宮 真的是一點點 小縫都沒有耶 好 所以我們剛才就是 從一個神廟出來 那那個神廟的功用是什麼呢 他們就在裡面做木 我們從那神廟一走出來 就是人面獅身像了 人面獅身像是現存已知最古老的雕像 一般相信是在法老卡夫拉統治期間建成的 而且面貌也是依據卡夫拉的面貌作為參考 人面獅身像是我們在吉薩金字塔區最後的行程了 緊接著我們驅車前往薩卡拉 我們的行程因為太豐富所以非常趕 一開始要聽導遊講解並且轉化成口語介紹 再來就是一頓的瘋狂拍攝 剛才我們提在路邊買的飲料 我買了Cocktail 這個 它上面寫Cocktail 但是完全就是 綜合果汁 本來想說一早就嗨一下 失敗 大家可以自嗨 薩卡拉是古埃及首都孟菲斯中的大型墓地 亦是大批無家可歸貧苦民眾的收容所 因而被稱為死者之城 來代表活人和死人混居的小城市 我們是為了埃及第一座金字塔而來 佐塞爾金字塔 它是埃及第三王朝法老佐塞爾的陵墓 在這個景點呢 會有瘋狂多人跟你推銷 或者有時候甚至比較誇張 就是直接塞到你身上說 送你送你送你 但是大家不要貪巧便宜 就是不要理它就好 這時候呢你的英文就要假裝超爛 聽不懂這樣 裝聾作啞 這個 這個 會不會給它太光滑啊 這可以當作是鏡子耶 這是一個門耶 超酷的 這是酒門 這是酒門 哦 關閃的時候好多 剛剛好多點 大家可以看到它明顯是階梯狀的 所以我們叫它階梯金字塔 它可是整個埃及裡面第一個金字塔 也可以說是全人類第一個建築物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個裝飾是眼鏡蛇 超可愛 一下有一個橘子 有一個公寶連結到天字塔 一個是獨住了 一個是 好 我們看到我們身後的金字塔 沒有任何的出入口 但是出入口在哪裡呢 就是這個 超級大的洞 然後呢它裡 通到那個金字塔 還有另外一個禮物 我再去看一下 第二個入口 通往金字塔 然後大家還有認得嗎 我們剛才是從那個長廊走出來的 他說呢 原本這個長廊是整個圍繞在這個金字塔的 所以就有一點城牆的概念 然後我們剛才長廊一進來不是有兩個大門嗎 所以有種守護這個金字塔的感覺 我們旁邊看到的這個有點像是斷圓殘壁 就是呢 原本我們剛才的那個長廊是完整的 然後現在就變成這個樣子 階梯金字塔 可能跟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金字塔長得不一樣 卻是在金字塔演變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開集的第一個建築物 內的第一個建築物 從一開始法老的陵墓 是長方形平頂的墓室 外觀看起來類似長條板凳 稱為Mastaba 在阿拉伯語中是板凳的意思 而突破這種形態的 就是第三王朝佐塞爾法老所建的 階梯金字塔 Step Pyramid 就變成了埃及的第一座金字塔 而且這裡的石頭跟我們剛才看到那些虎膚金字塔的 就不太一樣 它這裡的石塊比較小 然後虎膚金字塔就一塊就很大 我們這裡面所看到的就是佐塞爾 就是這個金字塔的主人耶 從那個洞看出來的方向 天狼星的方向 所以他們這個金字塔不是亂蓋的 所有的方向呢 都跟他們的數學啊 星象學啊 各式各樣都非常有關係 主要的金字塔旁邊呢 有看到非常多 也算是小小的土塊堆 那些呢不是金字塔 那些像是什麼神殿啊 或是祭司柱的地方 我們這邊有看到很多腳印對吧 這原本是一整個雕像 然後不過已經被瘋化了 所以它上面呢 就再多蓋一個東西把它保護起來 現在在我身後的是 胡夫他爸爸的金字塔 然後我們稱它為紅色金字塔 也是第一個金字塔 大家可能會想說 怎麼那麼多金字塔呢 我們剛才看那個階梯金字塔 是所有金字塔裡面的第一個 那我身後的這個金字塔呢 是四角錐這個造型的第一個 我們剛才旁邊還有看到一些失敗品 他們就是希望能夠造成這個造型 然後呢經過練習 最後這個 就是他們的第一個成功 這個金字塔可以走上去 所以呢我打算要試試看 但聽眾裡面好像沒有什麼東西 但就是一個好奇心 所以我們趕快吧 好 很快 很快 倒過來 倒過來 先把去一點 別怪 超窄的 天啊 少到我要倒的間 好 各位 我現在時間不夠 所以我可能沒辦法到 最下面了 有點可惜 不過還是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內部呢是真的很陡 大家都是要以倒退 倒退爐的方式去進行 有點好奇這下面是什麼 不過we're running out of time I need to go back yeah thank you sure oh my god oh it's much easier to go up yes 寶貝 很可惜我們剛剛還沒有到最後 但是我剛才問了我們的導遊 他說最終呢就是一個墓室 空空的墓室連那個棺木都沒有 所以就是讓大家體驗一下進入金字塔的感覺 但其實end up you get nothing 但是一個experience 我們現在前方看到的是1G金字塔 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這一個 公園前兩千六百多年的作品 然後這可以算是一個過程 因為呢大家可以看到它有一個小角度 就是他們想要找到一個最正確的方式 來建造金字塔 所以這算是 也不是說是失敗品 但就是他們的測試過程 喔我會停喔 各位 為了要進去金字塔一趟究竟 我們時間有限 趕緊衝 金字塔我來了 感覺它的外層也是打磨得非常光滑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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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進去看這些金字塔的感覺 感覺太奇妙了 太奇妙了 我們現在呢 走上去走上去 到一個一個班的地方 1werk這也可以 居然是補得非常光滑 呃 要走上去 等級 percussion 好像一直的敲手 看一下 哇 哈囉 哈囉 歡迎 從台灣 台灣歡迎 噢不 我要做伴侶 謝謝 你喜歡伴侶了 喔 那可惡 他們埃及人都很幽默 噢 其實每個都長得蠻 Oh my god 這真的要 就是 移過來這樣會比較簡單 其實每個都長得好類似 跳去的路上 對 你看我整個這樣子 都撞到了 我真的是 太倒楣了啦 天啊天啊 這個 天啊天啊 這個 哇賽 看起來 很 真的很難 股東 在哪個都 scap 一房子 對 空間 沒有 沒有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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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遠遠的,對嗎? 他說很遠耶,我覺得我應該要回去了 我只能說我的背已經露掉無數次了 這裡真的要非常的低 就是在練腿那種感覺,你知道嗎? 人在地上爬還不為過耶 這覺得超過45度耶,各位 我整個... 男生應該會... 就是...蹲著手 天啊 我整個人超浪費現在 好嗎? 好嗎? 你是真的很好嗎? 是嗎? 好嗎? 非常好 你好,我是肯住 這是我的 是嗎 不要拍照 我沒有拍照 我沒有拍照 謝謝 我的天啊 I am alive 我們還是好好來欣賞它的外壁好了 好帥 真的好帥 我在最接近金字塔的地方跟大家說明 這個叫彎曲金字塔 它的形狀你會發現 跟我們一般的金字塔不太一樣 不是直直的 而是有點小角度的 因為他們當時呢 在接替金字塔之後 他們想要用出四角錐 你知道嗎 所以他們就一直做實驗 做實驗 然後這個呢算是他們的過程 然後最終呢才建造出那一個 就是他們成功的第一個pyramid 只能說古人太強大了 聽說呢走進去裡面會有兩個空空的房間 應該就是他們放棺木或者是木乃伊的地方 但現在裡面已經沒有東西了 就是兩個房間 個人覺得真的蠻難爬的耶 我天啊大家看我那麼狼狽就知道 時間不足所以沒辦法爬完 真想要可惜 但聽他們親口描述就覺得 oh then at least I got something 進看金字塔真的覺得 哇 超級雄偉 一整天的金字塔之旅走訪了埃及的金字塔之最 埃及第一座金字塔階梯金字塔 埃及第一座角錐金字塔紅色金字塔 世界七大奇蹟中最古老且唯一上存的建築物 古夫金字塔也了解了金字塔的前世今生 從還是長條板凳型的Mastaba來到階梯金字塔 從一個長板凳變成多個長板凳堆疊 到斯尼夫魯法老建造的彎曲金字塔 經過多次測試與實驗 斯尼夫魯法老終於成功打造出第一個角錐金字塔 也就是紅色金字塔 只能再次的讚嘆古人的鬼斧神功 就連擁有高科技的現代人都嘆為觀止 要來進入 拉美西斯二世非常重要的一位國王 有非常多的故事跟我們要去的非常多地方都和他有關 那麼簡單的看一下就是這個雕像保存得非常完整 他的皇冠然後看著他的那個鬍鬚 然後我們特別看一下他腳的那個珠子齁 大家有看到他右腳在前頭 表示他正在走動 表示I am still alive 我還活著 但是你如果看到兩腳合在一起 然後手這樣子就是啊 就是巧辮子啊 腰帶上呢是寫有他的名字 還有前面這個項鍊是寫有他的名字 這件事情呢只有國王能做 平民是不可以的 埃及人真的出土太多東西 他們這些 都是 就是 都是真的 然後 他們就這樣 就放在旁邊耶 就是 完全沒有任何防護 他就這樣放 這個人面獅神像非常特別 他是他們唯一的女王哈基蘇特 就是有種 埃及綁五折天的概念 大家可以仔細看一下 他旁邊臉喔 那裡有一個線條 而且他下面那是鬍鬚 你想說女生為什麼會有鬍鬚呢 他是要表示 我能夠做到男生的東西 然後我比男生還要男生 所以我可以保護你們 然後旁邊那個線條就表示 欸這個我的鬍子是裝上去的 我覺得他們這個工藝 厲害到這種 瘋狂啊 小細節都非常的care 這些是埃及的象形文字 然後呢 這個 拉美希斯二世的名字 感覺在金字塔區域做任何事 都要看到金字塔才夠夢幻 最後我們找了一個能夠看到金字塔的餐廳 吃了非常道地的埃及料理 各式各樣的囊 烤肉 還有陶鍋料理 只能說對於埃及餐 我是真愛 就這樣結束了一天非常充實的金字塔之旅